音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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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到了西班牙的巴伦西亚 来看一下面前这座巴伦西亚的丝绸交易所 这个交易所开始修建于15世纪80年代 然后修到了16世纪的40年代 然后这个交易所是哥特式风格的 当时也是为了丝绸交易而修建的 然后这也显示了当时巴伦西亚这边的经济实力 好,我们进去看吧 整个巴伦西亚丝绸交易所由三部分组成 第一部分是我们现在在的丝绸交易大厅 第二部分是一个炮楼 第三部分是海上领事馆 这个大厅呢 有8根17.4米高的螺旋的柱子 这个柱子呢,就很像那个丝绸的样子 然后呢,从16世纪开始 这里就是欧洲的丝绸交易中心 然后很多商人呢,都拿着丝绸在这里来进行交易 其中不少丝绸都是从中国运来的 然后,之后三个世纪里呢 这里都是欧洲丝绸的定价中心 然后也为欧洲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因为这个城市带来了巨大的财富 嗯,如果你往头上看呢 你就会看到交易所上面颗粒圈文字 嗯,这些文字的大概意思呢 就是做丝绸交易 要公平公正 然后,贩卖丝绸的人品要高尚 然后不能欺诈 大概就是这些的交易准则之类的话 所以呢,这边的丝绸贸易 盛行了三个世纪 所以,必须得有一个好的交易秩序 所以,现在我们到的这个地方呢 就等于说,当时的一个仲裁机构 就是来防止那个交易中的不公平现象发生 等于说,现在一个类似于法庭之类的机构 然后,这间屋子最重要的呢 就是上边的这一些雕塑了 它们其实是木雕,拿木头雕刻的 然后,表面那一层金色的呢 是刷的金粉 然后,正是这个大厅呢 才能保证 这里有着很公平的交易秩序 然后,才能使这边的丝绸交易 也繁荣了三个世纪 嗯,现在我们来到了 是一座艺术学校 这个学校里面呢 展示了一座 有一座那个丝绸的博物馆 它展示了当年 制作丝绸的器具啊 然后,当年制作的那个丝绸 还有各种衣服之类的展品 然后,也是证明了 当时,丝绸产业在马伦西亚的繁荣 所以,可以说正是丝绸的到来 使马伦西亚当年快速的发展 嗯,好了 我们今天的视频呢 就拍到这里了 我们下期再见吧 我们下期再见吧